我们来讨论绝对值函数的问题 那么我们用一个例题来讨论一下绝对值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绝对值 绝对值就是说 不论是正的还是负的 它通通都是正的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绝对值X的话呢 它要等于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可能就是 它有绝对值跟没绝对值通通都一样 只要是X是正的 那么我们都可以直接把绝对值给去掉 因为它还是正的 没有问题 假设X是负的怎么办呢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如果是负的数字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变正 因为X本身就是负的 所以我们这边再加上一个负的 负X就本身就会变正了 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观念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简单了 好我们来看下去 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段定义来看 假设Y是X分之X的绝对值 分母的话是X 分子是绝对值X 那么我们分成了两部分来看 那么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X跟绝对值X 这两个数字 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有可能是一个正一个负而已 所以它只有两种可能 什么可能呢 大小相等正负相 这个是正负相同 那么就是一 什么情况 X是正的时候 大于零的时候 它就是一 如果说X是小于零呢 小于零 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如果X是负的 是不是上下的话呢 大小相等正负就相反 因为上面是正的 下面是负的 所以是变成了负一 那么同学看一看 这个的范围 大于零 小于零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等于零 那各位同学 我们要知道 等于零 有没有数值 没有 没有就是代表没有定义 我们在画图形的时候 同学的话看到这个题目 要讨论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画图 我们就要先说清楚 零这一点 我们没有意义 没有定义 那么我们来画一下 首先我要画一个直角坐标 好 我们看下去 当X是正的时候 它的值是多少 Y的值是1 1的话呢 假设这里是1的话 这边 高度在这边 那么如果说是X是负的小于零 就是在左边 就Y轴的左边 那么它是负1 这边是负1 那么零这一点呢 很抱歉 这一点的话 我们要用的是一个空心点 我们必须要说 当X等于零的时候 是没有意义的 是无意义 或者是说没有定义 那么它的图形是 两条水平线 中间是不连续的 那么我们以这个绝对值的函数的图形 来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绝对值的观念 再次准备